沙森 沙森應該都是結梗科的植物 最共同的特徵應該就是它的花 花一般都是這種藍色的 中型的有點像鈴鐺一樣 這是大概很多結梗科共同的一個特徵 它們的區別一個是在生長的海拔高度 玉山沙森從大概兩千兩百公尺左右就會開始有 一直到大概三千三千二左右 高山沙森比較高大概在三千公尺以上 中間有一點重疊 但一般來講它的海拔分布是不太一樣的 另外比較容易區別的可能是它的花 高山沙森來講一般抽出來都只有一朵花 那有時候會有兩朵 但玉山沙森來講它的花絮又比較長 大概會有五六朵花長在同一個花梗上面